佛光社区佛学会在举办御佛法会的同时 也带领信众庆祝母亲节 佛光社区佛学会举办御佛祭母亲节活动 借引更多众生接触佛法 也希望我们的母亲王者能超生三大 养伤能征服元素 然后呢 藉由那么多的表演者 他们用他们清净美妙的身心表演舞蹈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们的肢体语言去供佛 或许他们没有拜过佛 他们没有念过佛 但是因为一次又一次 这样熏悉的佛法 于是他们也会来佛事做义工 他们也会来佛事宁佛 拜佛 尽而慢慢地接触佛法 我们都知道 其实佛法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自觉 就是希望我们自觉 觉它圆满 可是我们呢 自己觉悟都不够了 我们还要觉它很困难 然后还要觉醒圆满 所以一场大型华会呢 难免都会有一些争执或口角啊 或者是说人我一些的不满 其实这个就是要训练我们自己 我们的绝招力够了吗 然后进而有没有同理心呢 绝它包容它 然后呢 把这一个心去共事 让大家都能和平相处 所以这是我们办大型华会的意义 跟目的 就藉由大型活动 让我们呢 同事社 力行同事 然后呢 让我们呢 更好 让我们呢 能原形 觉照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让我们不见得 在这当中呢 流浪生世 备受众苦 也希望呢 大家呢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成就佛大 佛法的目的就是希望众生 自觉 觉他 做利益众生的事 十方新闻 红慧如邓正普 高雄采访报导